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痛恨帝王世家 尤其深深厌恶着皇帝 他本以为个殷落和他一样 都是被帝王所弯弄的可怜之人 但当殷落攀上高知成为令妃后 元春望心中的积累的怨念突然迸发 做尽坏事 到后来他才发现一切都不是他所想的样子 但却为时已晚 剧中也不乏甜蜜的故事 比如乾隆和令妃的种种情谊 之前皇帝就对是宫女的殷落 怀有一种不妙的情绪 即使他做了很多让皇帝气愤的事情 每每在准备严惩殷落的时候 皇帝都会找到理由放弃 相信他们日后成为夫妻 也会给观众带来许多乐趣与甜蜜 但让观众感到十分痛心 本结局便是一往情深的复衡了 他为了保护殷落不惜牺牲情感取了耳精 最后又为了阴落惨烈的战死于无情的沙场中 令网友们痛心无比 不过 剧本泄露对于未播完的影视剧 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余政表示他也看过了外传的剧本